其實我告訴你 因為我其實比較大的問題 或許大家看到是情緒的問題 可是我要請大家正視一件事情 是荷爾蒙的問題 因為我現在45 我快46歲了 更年期 其實我在去 今年初的時候我去做了檢查 那醫生當然是說 他是說一般人的 比如說荷爾蒙的起伏 是一個坡度 是圓弧形 他說我是屬於肩形的 就是月經要來前會往上 再煎下來 所以我在金錢的前一兩天 會非常負面 可是它純粹是荷爾蒙 它就不是說 我本來就有這種負面 然後醫生有做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他就說 那你要不要吃B劑量的避孕藥 讓你的經期很穩定 那你就不會排軟 不會有這種情緒 情緒就會穩定 那因為醫生是說避孕藥 大概吃半年 可以停一兩個月再繼續吃 所以我就是還是有搭配心理諮商 你看 我覺得宇文滿自知的 對 他很有病逝感 然後他也很激情 這樣滿好的 滿好的 同樣可以這樣 而且他有想要變好的心 對 那是最重要 然後拿出行動 對